今天買鴨很多, 很多選擇, 多美麗 不是肥膩的, 我買一隻回去 我做了紫薑酸蒙蚊鴨 這隻多美, 買一隻, 32 元 我是熱豬, 大家好 剛才也看到, 鴨很漂亮 有時很噁心, 多油到死 今天就買了, 買一隻鴨回來 買一隻鴨回來怎麼做呢, 做法都有幾種 上一次我自己醃過紫薑 剛剛好, 紫薑酸梅鴨, 梅子鴨 紫薑酸梅鴨, 純粹是做過梅子魚 老朋友在潮州帶回來, 挺開心 我還有, 翻鬼, 老檸檬葉 這個紫薑酸梅鴨,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菜 很容易做, 又不是複雜 所以買到漂亮的鴨, 就做給大家看 就是紫薑, 沒醃過也可以 但沒醃過的紫薑做這個 紫薑鴨, 就有一個特別 因為紫薑, 會很吸收味 吸收了味道的紫薑 例如, 蠔油, 醬料, 它就吸收了 反過來, 如果醃過, 用醋, 用糖醃過 它的酸味, 甜味, 就會散發出來 今天的材料很簡單, 就是一隻鴨 最主要是紫薑, 酸梅, 放3-4粒就可以了 冰糖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沒有糖, 帶不起這些味道 當然, 這些已經有糖醃過的水, 醋, 放少許下去 我今天會用蒜頭, 乾蔥頭, 放一隻小辣椒 放少許紅椒, 上一上色 加紅蘿蔔, 一場蚊 馬上做給大家看 很多人的紫薑鴨, 只用一隻鴨 其實做這些, 整隻鴨做就比較好 其實我幾十年煮飯, 做鴨也是做了幾次 我要坦白說, 一些都不純熟 看到什麼, 想起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不是經常做鴨, 是做幾次 現在做給大家看, 鴨我通常的頸我不要 有些人都喜歡吃鴨頸, 我不要 所以我就拼了 我一向是鴨頸, 鴨頸我不要 其實鴨頸要來都幾好吃 不過我從來不要的 當它是雞, 這樣做 先把鴨剪掉 切了一塊塊鴨 哇, 你看 我已經很厲害的肥膏 說不肥, 說不肥 這裡, 怎樣 五分三的肉 五分三的肥膏 其實很多肥膏我都沒很厲害 你看這些肥膏 但是沒有少少鴨的肥膏 又不香 所以, 都是要自己處理 鴨頭我都不要了 因為它始終是急凍的 我也是要用少少鹽來捏 用大河鹽捏它 10分鐘左右 一河 捏一捏一些雪味 很多人, 這個鴨 就會飛水 但告訴你 如果這個燜鴨 飛水後, 肉收緊了 不好吃 所以不要飛水 就是告訴大家 我覺得, 有些做開飛水 便會生氣我了 你不要吃 我飛水好吃 不過我不喜歡飛水 我不會飛水 這樣捏一捏 10分鐘後再跟大家說 鴨子用鹽 捏了15分鐘至20分鐘 現在洗乾淨 這些鴨平乾了 當然我平了一個小時 因為我有很多時間 本身已經有鹹味 所以我今天只用 豉油三茶匙 現在先放一瓶三盒 先拌勻 先拌勻 醃15分鐘左右 就可以做了 醃了的紫薑 如果你沒有醃的 你買這些紫薑 你拍到就看到 我那次不是拍過 現在就這樣吃 很棒的 放多一點下去 其實我告訴大家 要粗身一點 因為一間燜鴨 它就會 基本上 大家會混合 如果你沒有醃過的紫薑 譬如你現在沒有用糖 醋醃過 它會很吸收味 譬如你加什麼味 它會吸收得很厲害 反過來 現在你醃過的紫薑 它反而出了甜味 酸味 我加了幾條青瓜 很棒 放多一點 很好 很聰明 這道菜 這些是糖和醋 有冰糖和醋 我們放兩匙 待會更好吃 如果沒有就不用了 預備好 待會就炆鴨 放幾粒酸梅 放三粒 這些調漿鹹水梅 完全不同 OK 我待會拌勻 馬上做給大家看 紫薑梅子鴨 都要放兩滴油 因為起鍋 雖然鴨是肥的 但也要放的 這些鴨 我剛才用了少許生粉 現在淋到最後 再放一瓶 讓它燒乾一點 又會很沾 糖麥 待會有芡 就這樣爆下去就行了 燒魚 再放進鍋裡就行了 讓它慢慢煎鬆一下 現在一邊 我們要煎到另一邊 對 讓它煎厚一點 這樣變了鴨的酥味 就會走很多 一邊燒就很容易燒 翻一翻 看看煎到還未煎到 煎透 一邊燒出來就OK 我加了很少油 它本身也有油粗 一隻鴨就只有這麼多 豉油醃過 只有豉油醃過 只有豉油的味道 很香 再加一些材料 就是蒜頭 蔥頭 打爆 再加一點 豉油醃 半茶匙 再加一點 豉油醃 半茶匙 半茶匙 蠔油 很多時候吃得太濃烈 我不喜歡 炒爆 很香 這個味道 再加一些鮮薑 鮮薑 鮮薑 有一點水 沒有 如果沒有醃過 就這樣加紫薑 可以 鮮薑 鮮薑 我加三粒 鮮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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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鮮薑 鮮薑 鮮薑 白砂糖 不可以的 鮮薑 多一點也不怕 鹼 我要吃得很甜 因為這個很酸 先拌一拌 嘩 多香 現在加500ml的水 讓它燜 紅蘿蔔 待會燜 燜十分鐘才放下去 因為很快就流 十分鐘後再跟大家說 中火燜了十分鐘 看看 挺好的 我們把紅蘿蔔 把紅蘿蔔 放進去 這些甜椒 不用了 最後一拌 可以更好 有隻小辣椒 應該一早拌 不要緊 現在拌吧 有一點味道 其實有些人要加上 花椒八角 看看有什麼感覺 我就不加 先開大小火 讓它燜 再燜十分鐘就可以了 醬汁是自動收 不會水流流 太大火不行 太大火 那些鴨肉 會拿起一塊 還有一件事 這些鴨 不用飛水 一飛水 鎖實在的肉 很硬 好像柴一樣 這些鴨肉 我以前也做過 不好吃 反而不飛水 更好吃 現在這樣 等它 燜一燜 現在滾了 收回中火就可以了 好 再燜十分鐘 再跟大家說 燜了二十分鐘 嘩 真漂亮 老闆 汁真的多 很棒 老闆 這些紅蘿蔔都可以了 先看 可以了 軟了 最重要的紅蘿蔔 因為紅蘿蔔我燜了十分鐘 我就多汁一點 挺漂亮 不過汁不是水流流 因為我放了一些生粉 再煮再燜 可能要乾 再加一些甜椒 剛才我不是給大家看過 番茄和檸檬葉的 這些我已經切了絲 不斷地灑下去 盛幾盛 現在可以關火 先關火 盛兩盛 哇 這番茄蘿檸檬葉 散發的檸檬味 就等於你 什麼香 什麼香 好香 現在拿過來這裡上 現在上了 這個 紫薑酸梅燜鴨 整隻的 都是這麼多 你看看 一點都不多 其實現在吃肉的 有鴨 有這麼漂亮的 就要買的 好 現在拿出去再跟大家說 紫薑酸梅燜鴨 哇 真是挺漂亮 這個很飽味 還有這個 番茄蘿檸檬葉 放這個位置好嗎 看看是否漂亮 我不會懂得切 就這樣 好漂亮的 這個很香 我切碎了番茄蘿檸檬葉 很多的 其實這裡都是一條條的 這些 很香的 其實你們那些 用九層塔 都可以的 或者芫荽都可以的 炆出來 很好吃的 因為有紫薑的關係 如果你沒有醃過 就這樣用紫薑 因為我是酸薑的 不過你記住 這些紫薑 如果你沒有醃過 它的索味道很高 如果加太鹹 它就會很鹹 但相反來說 如果你醃過 它就會出味 變成兩種味道 試一試鴨 給大家看 我試一下 味道我給300分 我不是吹的 真的 說真的 看 你看是軟軟的 真的 好味 好味 我這次做得 一點鬆味都沒有 好味 哇 原來這麼鬆化的 多棒 我做了十四八次 這次是最好吃的 好味道 說真的 現在你看到這麼漂亮的 鴨 快點買來做 明天做吧 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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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電的高速煲 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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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一樣是有兩個內膽的 好味道 一個不瘦鋼 一個普通煲飯的 好味道 今天我就燜豬手 好味道